反贷会主席阿詹巴基上个月初被踢爆 说他在五六年前拥有接近四百万股上市公司的股份 违反了公务员不得持有超过十万令吉股票的规定 而反贷会顾问团的其中一位成员跟梅兹教授向媒体揭露 说他曾经几次写信要求顾问团去开会讨论这件事 这被顾问团敷衍了事让他愤而辞职抗议 事情被揭发以来当事人阿詹巴基却一直没有回应 一直到今天才有反贷会顾问局主席阿布扎哈出面给人民一个解释 他说事实上阿詹巴基早在去年的11月24号 就已经向顾问团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而顾问团也满意他的解释 认为阿詹巴基在超额持股的事情上没有行为不当 也不存在利益冲突 因此阿詹巴基不需要为这些事情负责 而阿詹巴基今天也终于打破沉默 强调自己没有错 并且解释说当初购买股票的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的弟弟纳西巴基借用了他的户口来买股票 那过后这些股份也已经转到了弟弟的名下 阿詹巴基并没有从中收益 反弹会主席被指违规超额持股这件事 反弹会顾问局主席阿布扎哈今天特别召开记者会表示 在听取阿詹巴基的解释后 当局认为阿詹巴基没有行为不当 阿布扎哈反而挑战前顾问局成员戈美兹提供书面证据 来证明他确实发了要求顾问团商讨这件事的信件 因为有始至终他都没有收过戈美兹的任何文件 在面对连番指控之后 反弹会主席阿詹巴基也终于打破沉默现身记者会 澄清自己一直没有出面解释这场争议 是因为他并没有犯错 而且他身为反弹会主席 只需要向反弹会顾问局负责 况且他也不认为自己借户头给弟弟有什么问题 对于外界有人诋毁他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 阿詹巴基说这已经让他名誉受损 对此他将对造谣者采取法律行动绝不姑息 阿詹巴基督不姑息 阿仰 阿涛 阿涛 阿狼 阿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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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